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荧光幕上我们已经看到美国普林西顿余英时教授的家 现在请张鸿年教授在那边介绍余英时教授 今天我们有幸能请到余先生做我们新亚书院65周年校庆的特邀嘉宾 给我们做岳阳的讲演 题目正是新亚书院与中国人文研究 请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余先生 因为我是1950年的春天参加新亚书院的 那时候是钱穆先生亲自给我考试写了一篇中文的文章 写了一篇英文的文章 所以这个是我跟新亚的关系的开始 此后在1955年10月我到美国以前 我都是新亚的一员我的根永远在新亚 而且我也不会永远不会忘记新亚 我在香港的两年是1973年到75年 这两年香港的青年是由从钓鱼台运动开始 完全转向支持中国共产党作为未来的前途 而且那时候也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尾声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理想的说法 种种乌托邦的思想影响香港青年非常之深 我自己就知道香港的中文大学 甚至于新亚书院当时的学生 他很少愿意跟我谈话的 他们觉得你是一个从美国来的一个反动派 反动派的话说不出任何我们可以听的话的 同时香港的新亚买报 有一年几个星期写文章不指名的批判我 说我从美国回来不增加中美的友谊 而对中国文化大革命 做种种不实的批判 这是我的罪状 所以我很清楚当时的学生不可能受影响 我也不可能对他们发生任何思想上的联系 可是我并没有不责怪他们 我觉得我正是认识他们所作所为 是受了中国传统的学生运动的一个影响 我们要选择哪个生活方式 我们自己可以做决定 以香港来讲 香港当然处在今天处在一个相当困难的地位 如果你很乖乖的听话 那当然没有问题 你可以过一个平平静静的日子 天下是跟我无关 我只要自己有适当的收入 可以养家活口 我就够了 我觉得这样也是 这是普通的人生 就是如此 可是作为一个知识人 如果你还觉得是社会有责任感 你觉得责任感不能丢掉 那你就得好好想象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抓住我们目前的思想的动态 跟社会的动态 相当一向有言论的自由 你要说什么看就可以说什么 你要读什么书就可以读什么书 你要写什么文章就可以写什么文章 各样立场的杂志报纸都有 所以我希望这个香港的遗传 在今天还能继续保持下去 儒家是可以被利用的 传统的儒家 就是皇帝所尊重的儒家 三纲五常的儒家 不许犯上作乱的儒家 这是传统的王权 皇朝 所推重的东西 这个东西 我们在西方所研究的人 常常称它为制度性的 或者制度性的儒家 叫institutional confusionism 这跟真正的儒家 带有批判精神 我刚才说的 有高度批判精神的儒家 是不相同的 中国历史上 相来就有两个 一个是被迫害的儒家 一个是迫害人的儒家 所以大陆的儒家 在我看来 有一个跟传统相同之处 就是他希望 他从前是批评儒家 最激烈的一个团体 把孔子称之为孔老二 孔老二如何如何不成才 还有人甚至于问 是哪一个人 把孔老二介绍入党的 所以这样的孔子 在当时所受到的侮辱 可以说无所不至 可是一转眼 孔子忽然红起来了 现在全世界 有几百个孔子协认 在中国也大大提倡儒家 是号称新儒家的非常多 所以在大陆 共产党提倡儒家 在我个人看来 是一种死亡之吻 Piss of death 所以我们要 要严格地分析 谁是真正的儒家 谁是借儒家 来得到某些政治利益的 所以这一点如果分清了 我们就不用犹豫 是吧 我们还可以继续讲儒家 我们还可以继续 提倡儒家 对于这个文化的看法 对于社会批判的看法 以及怎么样跟西方 西方的这个人权 民主自由 合起来 我对你们 有很高的期待 但是期待 并不包括吩咐 我不能吩咐你们做什么 你们要自己找到自己 找到自己 就是知道你要做什么了 这也是儒家的精神 就是 所谓 你归而求之 有余事 你自己回去 找你自己的 是孔子孟子 都是采取这个态度的 所以你要找到自己 找到自己就是知道 我应该做什么 每个人性格不同 每个人的背景不同 每个人关怀的问题不同 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我没有任何丰富可言 我只能说跟大家一样 我们 我找到我自己的路 我这条路是好是坏 那是我自己没办法决定的 只有别人 可以看得比较 比我还看得更清楚 对你们也是一样 我觉得 但是 千言万语 要从认识自己开始 认识自己 当然包括认识 你的家的人 你的朋友 你的同学 你的司长 你的交往 各种交往的人 你在这里 每个人身上 找到他的好处 所以这个三人行 必有我私 这就是 也是一个儒家的态度 不光是这个 念书本的知识 书本知识 不过是其中之一 我也不能把书本的知识 看得那么严重 看得那么绝对 所以我想要紧的是 我们要做一个人 做一个人 要有人的客观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自由 必须要有言论的自由 有结社的自由 有交朋友的自由 中国这两个字 早就出现在 在古词上 并不是指哪一个国家 那时候还没有统一的 是很早就有 这个一个观念 就是在中间的那些国家 还不是一个国 所以中国最早不是 不是讲一个中国 也不是讲秦汉帝国或之类的 而是讲一个 在中原地区的那些国家 那些人民 那就是中国文化的起源 跟发展的最早的地方 所以我们不必对中国两制 发生反感 所以许多西方人 现在有一个看法 就是中国不是一个国家 是一个civilization 是一个文明 所以中国代表一个文明的话 没什么问题的 我们讲Chinese civilization 绝不会想到中国共产党的 统治下的中国 也不会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类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观念 慢慢从这个思想中 剔除了 我想我们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谢谢 我请代表 那个新雅书院 送给余先生的一个礼物 谢谢 谢谢余先生 多谢各位 再见 晚安 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